9月17号,2019浙江台湾合作周在杭州开幕 作为浙江与台湾重要的经贸交流综合性平台和品牌活动 此次合作周展现共享机遇、融合发展理念 重点聚焦新经济、新产业合作和创新发展 突出对接数字经济一号工程 服务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 推进经贸、青年、文化、基层、农业等交流合作 优先同台商台企台胞,分享浙江发展新机遇 浙江合作量两分成,说过没了 那么今年的合作周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长三角地体化上升的国家战略 这对浙江来说,对长三角区域来说 都是一个难得的基地 那么在浙江高质量发展的背后 有浙台交流合作的贡献 有广大台湾企业的勾劳 据了解,2018年浙江对台贸易额达到118.8亿美元 增长11.5% 随着浙台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青年的桥梁也越大越宽 浙江连续九年组织台湾大学生数期实习活动 每年来浙交流台湾青年人数超过4000人次 2019年,有470多名台湾学生来到浙江进行暑期实习 其中200多名台湾青年留在浙江就业和创业 杭州两岸蒙发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嘉宏认为 在这的台商们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交流氛围 那省台办也是 市台办他们都会给予我们很多一些座谈会等等 那我们在申请很多 例如说开公司的时候 现在都有绿色通道等等 浙江的台商是非常非常团结的 那所以像这一次的浙江台湾州 我们要去安吉、嘉欣、宁波、甚至温州等等 那我们因为就是非常团结 所以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 都有非常熟识的台商朋友们 大家都会出来做交流等等 据悉浙江省为支持台湾青年来这创业发展 正进一步完善台湾青年创业就业政策体系 在杭州、宁波、温州、京益四大都市区 和台商聚集的嘉欣市 及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等 设立台湾青年创业孵化中心 支持台湾青年在这成就事业实现梦想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谢! K 和彩 Het